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成大四年时间是人生非常自由快乐的事情 ú一棵课曲来练領事务集合系 因为想对工程知识 背景或刻意踏实的道理 想之称改善 当时特意把根本上道理想通 总是没有去上课 但是只有一本课 Screwчls Hon I 刷oliio today 我是唯一有一個從頭到尾上完的 結果他由那個回復的觀點來解析材料意識 所以給我很非常多的取消 上課如何去引導學生 他們對追求學問的這個樂趣 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那股強烈的獨立自主學習的精神 我們兩個聚在一起 他就會跟我講說他讀物理的心得 我就會跟他講歷史的心得 所以我們兩個莫逆之交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那我當然很欣賞他 因為要生一個理工的天才型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這一輩子認識他對我幫助非常大 那時候我是非常熱愛學術研究 這個創業呢 純屬過爛 我能夠憑藉就是我一些基礎的學理信念 讓你能夠做一些適當的判斷 你有一個宏觀的畫面 一段的開發技術 我們的產品呢 實際上都是走那個比較高端的 意大利就是光牽通信 光牽光寫 另外一邊就是固態照明 這兩個領域都有光 但它所用的基本年齡上 有相當的不一樣的地方 光它本身呢 潛含著很多非常非常哈佛的性質 所以說你如果對這個基礎物理有更深度的了解 你會發現這個光本身的自然性質是很美景 所以它還有留下很多很多給人類的禮物 怎麼去利用這個光來改善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的文明更進步 往往一個科技創新 就是會提供在教育改造的一個機會 所以理合成在事業有成就 他也非常關心細語頭的發展 所以捐了一筆錢貴 設立一個機械系AI教學改進計畫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 慢慢都逐漸可以看出它的成果 甚至應該也可以促成機械系 在因應AI科技的發展 它如何去思考整個課程 或者教育上面一些改造 我想這一點對機械系的影響跟貢獻是很大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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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